欢迎收看3月12日的开市起跑线 港股这个星期有个不错的开局 合升指数昨天高开63点 开市位16416 依为前日最低位 最高见到16626 收报16588 上升235点 升幅1.4% 成交929亿元 国际指数收报5749 上升92点 升幅1.6% 恒升科技指数收报3482 上升96点 升幅2.9% 互升股市昨天放量上扬 上证中指和深圳层指 分别上升0.7%和2.3% 创业板指数升幅更超4% 互升两市成交 从约1万1 日本股市昨天大幅下跌 日经225指数收报 38820 下跌868点 跌幅2.2% 日股走弱 原因之一是 日本央行总裁 直填河南 上周西方讯号 若物价目标大成 会考虑调整目前宽松的货币政策 令市场估计 日本央行将结束负利率政策 或中止吉利率曲线控制 YCC 加上上周日元上升超过2% 对出口行业产生负面影响 事实上上周美股也面对回吐压力 若资金开始流出每日股市 或将流入新兴市场 中港股市渴望受贿 恒生指数昨天高位16,626 再次接近100天移动平均线 16,645 扯看这一次能否深破100天线 并齐稳齐上 今天介绍的股票是 Bilibili股票代号9626 Bilibili于2023年实现了健康的社区增长 并显著提升的财务表现 去年第四季度 B站日均活跃用户超11 用户日均是使用时长 保持在超95分钟的水平 其商业化进展 也同时体现在其2023年广告收入 与增值服务收入增速 去年第四季度 及2023年的广告营业额 分别为19亿元人民币和64亿元人民币 分别同比增加28%和27% 主要由于广告产品优化及广告效率提升所致 第四季度和2023年的增值服务营业额 分别为29亿元人民币和99亿元人民币 分别同比增加22%及14% 主要由于直播及其他增值服务的营业额增加所致 第四季度和2023年的毛利润 分别为17亿元人民币和54亿元人民币 分别同比增加33%及41% 主要由于提高变现效率所带来的平台运营相关成本减少 第四季度及2023年的毛利率 分别达26.1%和24.2% 分别同比增加5.8%和6.6% 第四季度及2023年的净亏损 分别为13亿元人民币和48亿元人民币 分别同比收窄13%及36% 第四季度及2023年的金调整净亏损 分别为5.55亿元人民币和34亿元人民币 分别同比收窄58%及49% 集团实现了2023年全年的正向经营现金流 正朝着实现盈利的目标不断迈进 建议买入价91元 目标99.5元 此损位87元 接下来是研究不得每日外国实况 日经方面 日经225指数跌2.19%爆38820.49点 度质方面 周一美国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 道指涨0.12%爆38769.66点 标普500指数跌0.111爆5117.94点 纳指跌0.41%爆16019.27点 标普纳指连续第二日路德下跌 联合健康集团涨2.69% 英克尔涨1.95% 零涨倒指 脸书跌4.42% 特斯拉涨1.39% 中概股普遍上涨 金山云涨28.62% 万国数据涨22% 中概新能源汽车股集体上涨 蔚来汽车涨5.17% 小鹏汽车涨5.57% 理想汽车涨0.36% 国内A股方面 周一A股震荡拍升 午后加速上涨 明德时代罕见大涨于14% 引爆新能源赛道 创业板指大涨于4% 北向资金置资于百亿加仓 市场成交额再次突破万亿元 近4500股上涨 截止收盘 上证指数收涨0.74% 报3068.46点 深圳城值涨2.27% 报9581.53点 创业板指涨4.6% 报1890.41点 科创50指数涨1.9% 北正50指数涨1.91% 市场成交了10125亿元 北向资金净买入102.61亿元 美元方面 周一纽约尾盘 美元指数涨0.1% 报102.84 非美货币表现分化 欧元对美元跌0.12% 报1.0926 英镑对美元跌0.28% 报1.2814 澳元对美元跌0.18% 报0.6613 美元对日元跌0.08% 报146.95 美元对日廊跌0.03% 报0.8774 离爱人民币对美元涨206个基点 报7.1802 石油方面 周一国际油价小幅上涨 美油4月合约涨0.17% 报78.14美元桶 勿油5月合约涨0.46% 报82.46美元桶 黄金方面 周一国际贵金属期货普遍收涨 COMEX黄金期货涨0.16% 报2189美元盎司 COMEX白银期货涨0.53% 报24.68美元盎司 谢谢收看今天的开始起跑线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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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